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头爸爸怎么费活量的 大头儿子 我们也开始准备 快来 交友可真开心 大头儿子 爸爸带你玩刺激的游戏去 不行 一定要玩安全的游戏 男孩子要玩带刺激的游戏才对 什么事 我亲爱的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我告诉你 在户外已经很危险了 一定要玩安全的游戏才对 我们照这样安全的游戏玩玩去 这就对了 大头儿子 你要记住 不能爬树 不能趟水 不能去泥泞的地方 不要飞快的跑 不要中了小动物 没气 妈妈太紧张了 有我在会不安全吗 一定会安全的 看我的水花回见 看我的无影角 有点 小头爸爸怎么了 大头儿子 快看 小鱼在亲我的脚鸭子 快看 真好玩 这些小鱼来亲我了 好痒痒 好痒痒 小头船长 鲨鱼要追上来了 大头儿子 大头儿子 向右前提 你们在干什么 水里很危险的 快上来 你们在水里玩多危险 万一里面有水蛇怎么办 这样光着脚鸭子踩在水里 还容易被石头划破脚 还有可能摔倒 知道吗 快过来 未去妈妈 别那么紧张好不好 大头儿子 跟我走 大头儿子 不要玩什么危险的游戏 要玩安全的 委屈妈妈 怎么玩安全的游戏 我们坐在这里就很安全 就这么坐着 可这没玩什么 那你就和蚂蚁玩 大头儿子 爸爸给你摘几个节骨子吃 这好不好 真的吗 爸爸可像猴子一样那么灵活 大头儿子 看见了吧 这就是玩刺激游戏的后果 有可能把屁股摔成八瓣 不要微言耸听 否则会让大头儿子失去男子还能勇气的 可是在野外就是很危险 就危险 不要争了 小偷爸爸 围屈妈妈 你们再争论下去的话就快天黑了 对 好不容易来一次浇野公园 我们得抓点时间玩 好吗 小偷爸爸 我想去山顶玩 不行 昨天下过雨草很滑 我觉得正好相反 这个时候可以玩滑草 滑草 不行 太危险了 围屈妈妈 我好想玩滑草 让我玩一次好不好 那好吧 但是一定要戴上滑板用的头盔和护膝才行 太好了 围屈妈妈最好了 大头儿子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出发 风一样的速度 没错 准备四季 还能顿链打掉了 小偷爸爸 滑草 真好玩 太好了 就是很刺激的 怎么样 戴上护具玩 是不是玩得更开心 有了安全保护 就能玩刺激的游戏了 没错 接下来就是野餐时间 我们准备吃一个安全的野餐 不要刺激了 我可戴了芥末糕 裤子和裙子 女生的裙子就是比男生的裤子好 男生的裤子比女生的裙子好 裙子像花蝴蝶 裤子像丑丑的矮目装 才不是呢 裤子利索 裙子啰嗦 就是裙子好 就是裙子好 小泽爸爸 你来做裁判 你们说什么 原来是这样 好吧 就让我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做裁判 我先说 穿裤子好 穿裤子可以跳水坑 看好了 穿裙子的小女生 可玩不了这些 怎么样 这有什么厉害的 穿裙子也可以 毛茸茸变迷糊糊了 很明显 裤子比裙子更适合运动 穿裤子 我不服 我的裙子明明可以像花一样美丽 怎么会输 大曹哥哥 你行吗 这有什么不行的 裙子比裤子漂亮 这么说来第二局裙子赢了 穿裤子可以随便做沙子上 怎么玩都不怕沙子钻到肚子里 穿裤子 赢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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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裤子凉快 还是裤子凉快 看上去裤子比裤子凉快好吧 那么又变成2比2了 不分胜负 穿裤子可以跳踢踏舞 穿裤子可以跳芭蕾舞 3比3平 这个又平了 就是裙子好 就是裤子好 裙子一百分 不是 小拖爸爸 到底裙子好还是裤子好 作为裁判的话 我要说的是裤子和裙子其实一样 都好 小拖爸爸 你为什么要站在女生的那一边 我们男生又不穿裙子 不一定 有的男生也穿裙子 小拖叔叔糊涂了吧 男生怎么会穿裙子 就是 小拖爸爸一定是迷糊了吧 我们男生怎么会穿裙子 你们等一会 这是苏格兰风笔 在苏格兰男生的穿裙服装就是裙子 看起来男生穿上裙子也不太难看 没错 和我的裙子一样好看 那当然了 所以我就说 裤子和裙子各有各的优点 比不出谁最好 是啊 小拖爸爸都能穿裙子 其实我们女孩子也喜欢穿裤子的 我就有好多背带裤和运动裤 其实还是裤子好 好吧 那就算我们两个打成平手了吧 裙子和裤子并列提议